9月13日,多名清华日军后代来到长春师范大学口述历史 部分人还将清华日军军事游变等实物捐赠给校方用于研究 日本清华时期,黑井邱夫的父亲曾在吉林宫中领驻军 此次来到中国,他表示将替父亲谢罪 也为两国年轻人能够实现和平友好交往,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当天,长春师范大学教授李苏珍及团队 也将在日本收集到的清华食物等捐赠给了学校 为清华日军犯下的罪行提供了新的证据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薛刚表示 此次捐赠的食物具有独一性、稀缺性 其中有许多内容是官方文献中未出现的 涉及清华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血腥记载 对证实日本清华具有不可替代性 因为作为我们将来就作为清华的物证的遗迹遗物 要长期进行保存 在建管的同时呢 要进行有效科学的这样一个保护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